2016年中国举办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 赫然发现前陆军副总司令吴思怀坐在台下 听着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谈话 引发国内渲染大波 让陆委会以及民进党团决定以国安疑虑为由进行修法 终身限制退降或国安单位高官 不得附中参与政治活动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退降 去参加习近平所主持的这个典礼 那么唱中共的国歌或站立起来 对中共的启辉歌有心理致敬或唱诵的行为 我想他的行为规范已经非常的清楚 并不是禁止附入去做交流 动不动就误触罗网 因为在大陆的体制真的跟我们不一样 他如果去参加一个民间的活动 结果民间他们也信党 他们也有书记也在唱国歌 要怎么样 因为那个不会牵涉到为妨害国安 国民党立委认为针对性太强 不过陆委会强调 这是每个中华民国国民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 这些指标性人员过去他们担任国家如此重要的工作 那么对于中华民国应该要有基本的忠诚度 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应该没有保存期限吧 除此之外另一个争议点在于终身管制 且罚则最重可剥夺退休奉 国民党立委之一不符合比例原则 另外他的处罚非常的严重 包括停奉甚至剥夺他领退休奉的权利 退休的军人没有任何的保障 也没有救济的机会 完全不合适 而且已经一跃比例原则 武统以及对于我们这样的一种威胁 一天不解除之前终身都是有必要的 限制退降负重亦在捍卫国家安全 不过限制范围与内涵朝野各说各话 找不到共识 欢迎订阅李志鹏张远春台北报道